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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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Match Game 朋友們大家好 今天要來開箱喔 今天要來開箱喔 我的膝蓋啊 稍微有比較好一點 膝蓋受傷應該看醫生都沒去看啦 到現在那我最近兩個禮拜 都有很乖的回去 復健然後去看醫生 醫生用針在我的膝蓋 兩個膝蓋上面打針 直接打到穴位裡面 通死我了 然後打完之後呢 還要再打靜脈 然後要再復健 這個復健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 不過我已經忍不住了想要趕快去健身房 趕快去運動 可是我習慣運動的時候我一定要 戴耳機聽音樂因為呢 音樂的tempo呢可以讓我 情緒比較high一點 能夠 音樂是一個讓我可以運動 持續下去的一個很重要的 原動力 所以我在運動的時候呢 我會挑一些我自己喜歡的音樂 跟著節奏去運動 所以我需要一個好的耳機 嗯 我在網路上面呢找了這一款 Jabra的耳機呢 其實呢我以前就用過了 還有很多的品牌 但是呢 你如果問我說我為什麼買這一款 其實沒有為什麼 它的外型真的是太酷了 然後而且最主要它是 兩個耳朵分離 那我也有AirPods 各位應該知道我有AirPods 這是我的AirPods 那你問我說我的盒子呢 盒子跑去哪裡 就是因為盒子不見了 但是AirPods有個最大的麻煩 就是你戴上去的時候 這兩根 不是我在說的 這兩根啊 露在外面 我覺得真的是 其實是蠻醜的 所以我常常看到 有時候路人啊 戴AirPods 然後這兩根露在外面 其實 以我自己的審美觀念 我覺得 收手還好 盒子能不能另外再買也不知道 那一個一組要四千多塊錢 我還不如買別的牌子 而且AirPods有個最大的缺點 你在運動的時候 它可能會掉下來 你在跑步的時候 騎車的時候 它其實還是會有點 那麼不安全感啊 你知道嗎 Jabra 好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的外包裝 給大家看一下 金色的好帥喔 有沒有看到 金色的 超漂亮 很漂亮耶 超漂亮 首先我們打開看一下 裡面有什麼東西啊 一個盒子 一樣是一個盒子 這個盒子應該就是 類似像 Apple的那種 AirPods的那種盒子 怎麼開啊 怎麼開 等一下被我弄壞了 喔這樣打開 一樣是這樣 嘿 打開 打開 這裡有個封條 撕下來 OK 撕下來 然後充電的時候 是把這個裝上去 這樣子 喔 放上去它馬上就在充電了耶 OK 放上去 然後蓋起來 蓋起來之後 就在亮 有沒有看到 它已經在充電了 這裡是Micro USB的插孔 Micro USB 你就是直接拿來 直接對它充電就可以了 我們來充一下 Micro USB 這個盒子呢 其實就是耳機的充電盒 那你的耳機 如果沒有電的時候 你就直接可以放進來 然後蓋起來 它就自己會對耳機充電了 所以呢 回到家的時候 你要對這個充電盒充電 然後呢 出門的時候 它等於是電源的中繼站 就對了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規格 如果是連續通話 可以到十幾個小時 但是是包含把耳機放回去充電盒 再重新充電 不過呢 現在我們來測試它的音質 音質的部分呢 可能沒有辦法用講的那種感受 但是呢 各位應該相信 我有足夠的sense 來分析這個音質到底好不好 來吧 我們現在就來藍牙連線 這個耳機啊 好或不好啊 有一個東西很重要 就是帶起來舒不舒服 很舒服耶 帶起來蠻舒服的 而且 適不適合你的耳型很重要喔 耳機不是 隨便買一買就要用耶 各位 我們現在來做配對好不好 開機 喔 它有語音 欸 它現在連線了 我只要一邊開機兩邊連線的立體 它開機的時候會講話 會對你講話 而且這一款還可以用APP去調整它裡面的音效 所以呢 我現在下載它的APP 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 可以調整耳機的偏好設定的等話器耶 音樂預設 低音加強 哇 超酷 高音增強 低音加強 說話 預設 柔順活力 好 那我們現在來試試看了好不好 我先設定預設好了 然後 環境音 欸 喂喂喂 欸 這個環境音一打開 我講話 我可以聽到我自己講話的聲音耶 它可能有麥克風 就是同步 我在講話的時候 它透過這個麥克風收進來之後 然後再同步到兩耳機 然後 讓你可以聽到現在目前的環境音 一般是這樣子啊 這種耳塞是一上去的時候 有一個危險 就是你在開車啊 騎摩托車啊 或跑步的時候啊 騎腳踏車 旁邊有人的時候 你聽不到 聲音從旁邊經過很危險 但你如果開啟環境音 它用它耳機的麥克風去收附近的環境音 好強喔 那我現在如果再把環境音關掉 沒了 完全 就像耳塞一樣 因為我現在沒有放音樂 它就像耳塞一樣 超強 超強 哇這個好厲害 來播放 這個 SoundCloud 通常我在健身房 我就會放這個 SoundCloud的這個音樂 然後 然後 跑步 或者是 運動的時候 聽聽看啊 哦 有差 差很多 高音真強 哦 超讚 不錯 好啦 給你們看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我們 這個耳機比較好看 還是這個耳機比較好看 所以呢 我跟自己說過 如果再重買一次 我應該不會買這個 好啦 今天的節目內容就到這邊啦 希望大家會喜歡今天的開箱好不好 如果喜歡我們的頻道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我的Facebook 還有我的微博 還有IG 我們期待下一個開箱見啦 各位掰掰 記得把EPU 今天我們聊到耳機的開箱 順便在影片的結尾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的影片偶爾會有一些粉絲朋友 在下面留言就是說 我們的影片的背景聲音太大聲啊 聽不到人的聲音啊 背景音樂的聲音完全蓋過講話的聲音啊 在這部分呢 Alan要跟大家說明一下 其實我們的音樂跟人講話的聲音 它的音頻是不太一樣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每一台的手機 它的喇叭 在高音與低音或者是中音的表現的程度都是不一樣 譬如說我可能用iPhone的手機看影片 聽起來背景音樂的大小聲跟人講話大小聲 是非常OK的 可是今天如果換了一支手機不同的品牌 因為喇叭的品牌不一樣 它的聲音的音頻表現 高音中音低音 也跟另外一支手機不一樣 就會發生一種情形 我在用這支手機聽的時候 聲音都是OK的 我用這支手機聽起來的時候 Alan哥你的聲音都已經被背景音樂蓋上去了 完全聽不到 這種情形難免都會發生 甚至有時候你戴耳機的時候 就會發現背景音樂可能太大聲 這個東西真的很難取捨 我們只能取一個中間值 所以Alan在剪片的時候 都會戴上監聽耳機 什麼叫監聽耳機 也就是它的音質的表現 是屬於最中間的 重低音不會太強 高音也不會太強 它整個表現是取中間值 所以監聽耳機 下次有機會我們再跟大家介紹 監聽耳機為什麼那麼重要 這樣各位懂了嗎 所以呢 不是我的背景音樂條太大聲 是你的喇叭的表現音質 跟我的不一樣